紅色! 來了 歡迎歡迎來到幽靈江湖 那今天我們在劍王殼開場 我們要去打造我們最不強的武器 就是加15的大象龍雀 那打造完成之後呢 我們會去PK場去來測試一下我們的強度 因為最主要之前有介紹過啦 我們劍王殼最強武器的一個流程嘛 包含你要先斷網 然後分解之後成劍 然後淬煉 升階跟重組 大概就幾個項目 然後每一個項目的話 上次有介紹過 你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啊 還有一些小技巧之類的 那上次因為材料不足的關係 沒有把它打完 那之後的話想說 目前的話材料湊齊了 但是如果你要重組啦 要淬煉啦 那些成本來說 跟時間價值來說非常的好 因為如果你是 克金大佬 或者是你是追求完美的玩家的話 那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把屬性練到最強 然後把淬煉的 加15的那個屬性到最高 然後我們這個 附加屬性也可以到最完美的一個狀態 像比如說龍雀 如果你是王劍的話 你就追求 每一個都是免傷加2 就是加8% 然後如果你是霞劍的話 就是全穿甲的一個呂猴 那因為想說 好啦我們之後的話 還是會回太乙 那會回太乙 還是會去玩其他的門派 所以我 劍的部分的話 我就只想要加15就好了 那治癒好不好 就隨緣 那一般來說是 如果你是要那個 完美淬煉的話 一般來說一般跟良好 一般都會放棄掉 那沒關係 我們只要是良好以上 我們都保留下來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打 加15的武器 那不 不論屬性 一盡到底 我們完全不剪接 就看我們的運氣如何 那屬性的部分也是 像 如果到時候屬性還是這麼鳥的話 也沒有關係 我只想要試試看 加15的武器打起來 到底爽度如何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我們就 呃 有些比較多 就是比較 花費時間的部分的話 我會快轉 因為老實說 因為這東西 60級升70升80升90 第一個 因為我建議不夠啦 我要去刷體力 所以那個很花時間 到時候我都會快轉 那絕對移境到底 那完全不剪接 到時候來看一下 我們最後的成劍那個過程 好 那我們就 也不斷網啦 對啊 我們直接拚了 我們也不斷網了 就直接開始 然後 第一個是分解 第二個是成劍 最簡單的 那就是找我們的時勞 然後我們的王劍 然後我們就直接去做分解 然後就直接 好 跟我們大蝦龍雪說再見吧 分解不可逆 請小心為之 然後 既然你主意如此 那我們就把你取出劍胚 來 取劍胚 唉 這個真的是很悲傷 而且不存檔喔 那個不斷網喔 只要有 有點問題 到時候我們連大蝦龍雪這個武器都沒了 好 劍胚取出來 材料歸還我 他一般來說會 歸還一半的一個材料啦 好 那我們再來 成劍 那 你是要照照一個 沒錯 我們拿到劍胚之後來成劍 花燙 然後 金屬液包裹 好 四個小時過去了 拿好你的劍 然後 神兵力氣 OK 這就是60級的劍 好 那分解成劍完再來就是淬煉 然後我們等於是要淬煉我們 欸 要先拿到武器身上 等我一下喔 我們要把他拿在手上 有個60級 因為60級最主要在這時候淬煉是因為他淬煉的那個成本是最低的啦 60級跟90級的淬煉成本 那真的不是 不 不是差了一定半點 來直接淬煉 淬煉到加15 我們看看有 其實有優質以上就可以啦 尤其是在這種前期 那個白煉石 綠煉石 比較 兩口算 前期前三個喔 白煉石因為很好取得 然後加 花的錢也不多 才一兩七 所以這邊的情況 越早期的情況之下 能 能弄到最 越好戰是最好 所以一般來說在這邊的話 前期這種 白煉石很多的 你就把它弄到優秀以上會比較好一點 那到後面的話 像這種綠煉石阿 紫煉石這種比較難的 優秀 其實優秀就可以了 好啦我還是追求一下完美好了 我們人生就是要追求一下完美 哇靠 算了 算了優秀就好了 優秀以上其實就很棒 哇靠 你看放棄了一個 浪費我們這麼多錢 有沒有這麼難洗 好啦我直接快轉好了啦 我們就是 白煉石跟綠煉石一般是 優秀以上 然後藍煉石跟紫煉石的話 就是良好以上 好那我們直接快轉 好 那來到我們的加14了 OK 那前面的話 大概有三次優秀一次完美 然後其他全部都是良好 因為要測這個你看花石頭 那個白煉石它花了一萬吧 然後綠煉石其實也花了不少 然後錢的部分的話已經花了兩百兩了 所以要 測這些東西的話也是OK 只是說要花比較多的成本 而且到月到後面齁 花的月兩月兇 所以 看個人的一個考量啦 如果你要弄到一個 唉唷有優秀不錯 OK好搞定 那這就是加15的武器了 好 那加15完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要去升階 把我們的60幾升到70幾 然後一般 好 那我們建議完了 我們就下去升我們的70幾 那 一定要記得 就是如果你要存用建議的話 要存到1030啦 那個是最完美的 那如果 你建議不夠 像我們其實好像說成本很夠 成本很傷啦 因為你每次都要用劍去分解 那那個劍如果你要用打造的話 其實很花你材料跟飲料 所以如果 不用的話就是多存一點體力啦 然後用刷的也是OK的 好 來我們王劍直接升階 那升階記得 我們 整個升階的一個流程 總共要耗這麼多的一個 弓箭還有這個 這些石頭 都要準備好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升階 升我們的70幾 那 保留屬性 看一下 我怎麼記 我怎麼不記得我60 欸 等一下喔 看一下 我們的60幾 喔閃避喔 那可以不要了 閃避這種垃圾 欸 好 來 那 不保留 直接升400兩 再加20個青青石 拿去吧 那 不保留 沒錯 來個免傷 來個免傷 鍛造在火光的造謠之下 一遍遍的淬煉我們的劍 打造我們最完美的大夏龍雀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唉唷 穿甲 穿甲 還不錯 只是說對我們王劍來說 還是不如免傷來的 沒關係 那一樣 再繼續 繼續把我們的劍衣花完 因為我們這個劍衣就是這次 把它花完大概就不會再花了 除非 未來我們盼門之後回來我們走霞劍 那我們就可以又可以再玩一次這樣 好 來一樣再誤界再等我一下喔 好 劍衣到達頂方 還不錯 那其實老實說 好像存了大 我是存五百嗎 所以大概其實好像三百多其實就可以從 六十升到八十幾 所以還算也還算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這個裝備的 第一條屬性要 穿甲我覺得還不錯 雖然說還是免傷好了 實在不過我實在不認為我們可以撐得到免傷 為了避免我們到時候 約一些爛爛屬性 我們還是 來 保留一條 來試試看 七十升八十 然後保留我們第一條 試試看穿甲 要是很鳥的話 乾脆最後的時候直接四個隨機好了 一個穿甲兩個免傷 那我們就其實就算蠻賺的 來試試看 不要什麼招架啊 閃避這些無會無會 好 來試試看我們的這個 八十幾 哇 穿甲閃避防禦 哎呀 真的是 說好也好 說不好也不好 防禦這種東西 OK啦 那我們把建議花完 然後我們最後 升九十幾要去刷體力 好 那我們建議刷完之後 就 回來 升級到我們的 最高等級 來 欸 Sorry 還沒有把你的武器脫下來 OK 那 要把我的武器脫下來 那一樣穿甲加一可以留著 剩下這兩個的話 還是來P一下我們的免傷好了 來 我們 打造我們的 升階 加十五的武器 唉唷 神劍咯 那 我們要打造我們的大賽爾龍雀 奧斯巡熊 保留第一個 四百兩家雲 鐵兩塊 啊送你啦 來 小子 最後一疊 那我們看看這個材料 來 一穿甲 然後 六免傷 哇那就是神器了 拚看看 來個免傷嗎 啊 終成名劍 大夏龍雀 王者之劍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大夏龍雀 哇這什麼東西啊 哇 防禦加三百耶 其實還不錯啊 閃避加九十有點鳥 然後 破閃避一趴也沒什麼用 唉好啦 這個防禦三百不錯 防禦三百跟免傷比起來 兩趴比起來好像 防禦三百也不會弱太多 OK啦 好啦 來 打造完啦 那我們今天 就繼續來試驗一下 我們這把的強度 喔唷 喔26萬耶 這看起來就是猛 好 這個直接攻擊力爆表 好 那我們去PK場 來試試看我們的那個 這把技能強度吧 GO 好 來到我們的洛陽 然後 目前的話 來介紹一下 其實也不用介紹啦 就是我們這次多了加十五的這個 然後 劍王技的話 目前九級 多了一個巨器再加劍法提升的威力 然後龍杖淵的部分目前 還沒有弄 要到時候要等那個做任務才有那個 OK 那今天我們就來打架 好 那我們就來打架 哇 掉了一百五三名了 平常的時候都沒有在打架 就是直接按那個快速戰鬥 好啦 今天的話至少爬到一百二吧 之後的話再開始慢慢爬 來 PK 唉唷 他李承哥是邊路喔 那 王劍 有啦 攻擊力感覺還是不錯 哇 天圓弱 喔 霞劍 王劍跟霞劍的對決 那我們來看誰比較強 哇 他的李承哥帶天圓弱耶 這什麼意思 李承哥需要命中嗎 難道說他柳如意是帶那個鈴波 神油太虛招架 哇 商刀 李權商刀的組合 哇這倒是蠻特別的 然後柳如意是帶我們的菩提杖 哇這個組合特別 然後 前員工補血 欸那他的鈴波到底放在誰身上 欸目前他也沒有放鈴波 有開了 他是開柳如意 然後 欸那為什麼他要用前員工是放在那個誰 這倒是蠻特別的 喔霞劍 來了 喔呦沒死 還好沒死 回春補八千七 來 爛劍是我 加十五的大廈 龍雀 有暈 有暈但是我們不太痛的感覺 好來我們主角 哇 我覺得我主角 還是不夠坦 天啊 被霞劍弄還真的蠻痛的 來 席子鈴波閃 然後 無瑕棍 OK 三千 大 大良劍器來了 兩掌 反擊 靈甲四重 霞劍 沒有二段喔 唉唷無瑕棍 普拉 柳如意放無瑕棍跟抓癢一樣 來 哇靠被招架 哇 血虧 呃 柳如意 飛 好 這波幻劍 還行 唉唷 有啊 現在無瑕棍改蜜了啦 不是一了 是蜜了 然後 無瑕 有有有 里程哥要死了 哇真是不容易啊 然後傷刀 閃 這漂亮 好 OK 反擊 有靈甲五重 然後 俠劍 俠克行 六萬 哇操 然後 奇人公哪一口五千 哇操 真的是 哇他的俠劍很痛欸 回村補八千 哇塞 太不給面子了 然後 西紫燒 四十五藍 不錯 哇 要不然先把他上 中牌先穿掉好了 加油 尚哥 加油 靠你了尚哥 哇 邊路 邊路很吃緊啊 邊路 哇 來了 俠劍 喔呦 還好沒有被俠克行 來 然後 再虛刀 里程哥應該是撐得住吧 反擊 K 有里程哥快死了 來 開個西紙 燒藍 里程哥應該會死喔 看沒死 然後 哪一口 哎呦 閃漂亮 來了 無瑕 好 勝主角 哎呀 搞定 里程哥的正宗職犬 喔 OK的 好 那 最後一場 來打一下140 之後的話 下次我把他先衝到100名 然後我們再繼續往上衝 所以把那個龍葬約那些給學一學 到時候我們以 我們完全體的王劍來PK看看 來唷 推 哎呦 麒麟劍器 廢高高 哇可惜 哎呦有暈眩喔 開靈波 第一盒就開靈波 好 無瑕棍 來了 哇暈眩 喔呦爽 爽啊 這一波下來 夢翔 哇 夢翔哥 夢翔哥用幻語無形劍 你不用江哥 你用夢翔哥 哇 這倒是蠻特別的 他可能是有特殊的喜好 哇 我們的狼槍 哇江哥 江哥不用幻語無形劍 敢用夢翔哥帶劍 哇 這個真的是特別 西紙沒破 哇 沒破 然後天原落開 K 反擊 第一次 然後全攻 哇 四千 來 狐俠 應該會被招架 哎呦破招架 哇再一次雪鑽 哇 再一次暈眩 暈眩 他是不能那個的 他是不能被閃 哇沒了 然後 幻語無形劍 哦呦 雙閃 反擊 還有最後一次哦 哦 招架招架 反擊 來 西紙燒 十八藍 可接受 狐俠棍 三千四 哦很痛耶 五倍 來 哎呀兩千 好沒了 開狐俠 然後 哇 換位 哇 換位 哇 第一次看到有狼槍帶換位 這太特別了 哇 我的主角要死咧 哦呦沒死 哇 沒死也快死了 來了 這是我王劍的最後一集了 剩下就要交給三哥了 哇 這邊摸到一下就死了 哇 還好有把他三哥暈眩 來 西紙 燒籃 這都是我最後的機會了 哇 好吃緊啊 我的主角 三哥邊路如果可以贏就好了 來 三哥 哎呀 差一點點 三哥 三哥 哎 死了 好 哎呀閃避 哇 王劍你竟然可以活到下一回合 哇塞 哇 你這個王劍可以活下來 哇 真的真的是 我們這個甲威的能力 跟那個靈甲是不錯的 哇 能活得下來欸 天啊 我還想說他死定了 來 飛高高 往後推 武俠大好打兩隻 血鑽 我感覺我主角的傷害 呃 傷害是有一點 防禦力到底真的不太行 那個裝備蓄約再不更新 真的是不太行 來 猛翔哥 你可以去死了 哇 我的王劍活下來了欸 不容易不容易 真不愧是加15的武器傍身 最後的一集了 來 西紙劍最後的一集 好 哇 無往不利啊 真的 好 那今天的話 就是要140名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之後的話 如果你是 王劍的打造武器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 重鑄武器的話 就是花你的貢獻 然後去重鑄武器 那只是說 會比較浪費你的資源 那看個人 如果你想要打造最完美的話 那也是 也是蠻推薦的啦 給課長玩家 或是追求完美的玩家 這些屬性如果 全部洗到免傷加二齁 真的很猛 因為能洗免傷的地方 真的不多 那這種地方剛好可以洗的話 然後加15的屬性 如果加到 15次全部完美的話 其實真的是很強 超級強 好 就這樣 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